请动土 第一产 开工顺利 第二产 动土平安 第三产 圆满吉祥 县长潘孟安主持动土仪式 从公园设计图影片中可以见到 流球箱占地0.8公顷的 海岛回流特色游戏场 园区内有多层次设计的游据设施 民众还可以在平台上 眺望海岛景色 幸福期盼 完工后这里是老又共荣的梦想世界 一乡镇一特色共荣游据公园 是平农县政府的既定政策 那我们在每一个乡镇 来以公有土地为主 来建过一个在地特色 因地至于量身定做的 那复合群联的从幼儿长者 身脏健康亚健康者 都可以来的全民的公园 这座倾听孩童意见所设计的全民公园 以海洋为设计理念 各项体建设施之外 还保留原地的树木及草地 并且营造友善环境 让身脏者 幼儿 长者都可以一同使用 地方人士乐见 完工后的共荣公园 能够成为便民的有期空间 感觉很好 因为很多流球市民 以及幼儿客 能够活动的空间 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能够休闲 经过几十年 因为流球 很多有这么大的建设 因为受到盘管顶 和酒立委 酒厨米立委 和王伟民立委 所有政策来的经费 让地方这么大的建设 是非常不简单 县长潘莫安表示 海岛回流共荣公园 为县府一乡镇 以特色共荣游具公园蓝图 拼上离岛重要拼图 在小榴球今天动土的地方 是一个观光旅游胜地 也是台湾我们屏东唯一的离岛 我们屏东唯一离岛 它更具有海洋文化的特色 有在地的元素 所以欢迎大家来到小榴球 度假游戚之宜 也可以来这边亲子的共荣游具 这座全台最靠海的工人公园 预计在今年底前开园 不仅是小榴球 独享无价的幸福空间 也是独树一帜的海岛公园 记者陈品君张志豪采访报导